各位听友 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由小剧给您带来的长篇世情小说 金平梅 这里有雅 有俗 有您知道的 亦有您不知的人间百态 难关 爱 如您未满十八周岁 请自识的理解 欢迎各位听友的收听 金平梅 哀啦 各位听友 大家好 我们继续书节前文 上回书我们说到 西门庆在家躺着 郑爱悦儿过来来看病 又是给拿出歌 又是给拿各种各样的东西 而且爬到床上 亲自是喂服着西门庆吃食 结果西门庆也没吃动多点东西 就实在吃不下了 郑爱悦儿觉得不开心 说你看看 西门爹 您怎么这样 我这好心好意为您 您多少再给个面 多少再吃点 结果呢 此时这郁萧在旁边 就帮着西门庆打圆场 因为他知道 大官人此时 真的是身体不舒服 说啥呢 说爹这些天 也吃一点东西 但是呢 这个从来没像 今天你来喂的时候 能吃那么多 所以说呢 这对你已经是 格外的开恩了 已经是对你 非常好的表现了 别再让大官人吃了 他真的是吃不下 月娘呢 这边也是一面摆下 这茶食 给这郑爱悦儿去吃 临晚呢 也是管带了一顿小酒席 对吧 额外呢 又给了他五钱的银子 是打发他返回家中 那郑爱悦儿呢 临出门的时候 就又给这西门庆 是磕了个头 跟他说啊 说西门爹啊 这样 您呢 在家 好好的僵养上几日 到时候啊 病自然就好了 过两天呢 我再来看您 咱说来到这晚上的时候呢 这西门庆就又吃了这刘居斋的第二铁药 咱说呢 那变身的疼痛啊 一直呢 是叫了这一夜 到了五经天的时分呢 咱说那阴囊就脏破了 对吧 那个我们以前讲西门庆在床上的时候就说那只留二卵在外嘛 那其实指的就那地方脏破了 流了呢 也是这一滩的鲜血啊 龟头上呢 就又生出很多这干疮来 是流黄水流的都不止 这西门庆呢 此时也是不知不觉的就又昏死过去了 月娘等众人呢 一看这个情况都吓傻了 谁见过呀 而且我们讲 此时吴月娘马上就要生产了吗 你对于一个孕妇来说 此时的表现真的已经算是不错了 这边呢 也是慌慌张张的 连忙呢 是守着西门庆啊 陪着他继续看着他吃药 一看这吃药也不见效了嘛 没办法 只好再去请那流婆子 你西门庆再不喜欢流婆子 这个说也没招了吗 我们讲什么叫死马当活马医 我们能找的大夫都找了 没招 最后只好找俩这个跳大神的过来啊 于是呢 就请了这流婆子来 在这前面卷棚之内呢 是给这西门庆点了这人灯挑神 一面呢又使这小厮是往这周首辈府内去询问 说那无神仙在哪 之前我们讲过吧 那无神仙曾经来过 那看向的时候也说 说西门庆今年呢 有这殴血流浓之灾 是骨兽行衰之病 那所以说让人家严重了嘛 于是你必须得找这上仙过来给拆解拆解 看看西门庆这命怎么能保得住 那咱说呢 这赖字在边上说呀 这个事我知道 那咱呢 也不用到这周老爹的宅内啊 去请了 如今这无神仙啊 现在是在这门外的土地庙前 出了这么一挂摊 在这挂摊之上呢 他是又行医又卖挂 别人请他呢 这个他也不要什么钱财啊 只要说是能治病能救人 他就会跟着去 所以说呢 这真的是一老神仙 那岳娘这边呢 是连忙就使这秦童 把这无神仙请了过来 咱说呢 进房 这无神仙也看了这西门庆啊 一看这和往日实在是大有不同 此时呢 咱说也是形容消瘦 是病体奄奄 在这病榻之上呢 就倒浮于上 这先是也是给他诊了诊脉 之后呢 说这官人啊 这病我看了 乃是这酒色过渡 是渗水皆虚 咱说呢 这太极邪火是聚于愈害 病在高荒 难以治疗啊 怎么办呢 我这边啊 有八句诗 我们现在就说给你们来听 你们听听就知道咋个事了 只因他呢 叫醉宝行房 恋女娥 精神血脉 暗消磨 一经溺血与白竹 登进油杆 渗水枯 当时只恨 欢愉少 今日翻为疾病多 玉山自导 非人力 总是如意 怎奈何呀 你这个病啊 说得很清楚 你西门庆当时 就怕床上时间短 就怕啊 那话不够长 天天吃药啊 然后抹各种各样的这个外用啊 内服啊 各种各样的刺激啊 和这个女人搞 和那个女人搞 你天天累死了吗 活活把自己的身子掏空了 掏得游进灯窟了 所以说此时你西门庆 怎么讲 死定了 你再来神仙 再来神人能医治 也治不好你这个病 这月娘一听说 这啥意思啊 治不了了 那治不了了 您能不能给个招啊 这月娘说啥啊 说那既然下药不好 先生您看看 他命运如何呀 这啥时候没 或者说后事如何 所以说我们要看到 吴月娘此时的镇定自若 也真的是大门大户 出来的一个结果啊 这要换一般人 真的就麻了爪了 听说自己要生儿子 老公马上要死 那得什么心情啊 那咱说呢 这吴神仙此时呢 也是掐指 这掐指询文之间 就在那推算 打算着这西门庆的八字之后呢 也跟他说啊 说属虎的啊 是丙银年啊 这吴神月 是人武日丙尘时 今年呢又是吴虚 刘年是三十三年啊 算命呢 叫践行鬼害运 虽然说是活土商官 今年呢 是这吴土来克这润水 正月呢 又是这吴银月 那所以说呢 正犯了啥呀 叫做三物充尘 这谁也扛不住 谁也救不了你这个命了 说虽是发财发福的 好事 你有钱赚吗 但是是难保你的寿源 你的命数到这就到头了 都是这呢 我还给你们四句这个段语 什么段语呢 我告诉你们来说 叫命犯灾星 必主低 身轻煞众 有灾危 时日若逢 真太岁 就是神仙 也皱眉 告诉你 西门庆现在这命啊 大罗金仙来 也救不了了 必死无疑 月娘听到这呢 那绝望吧 在绝望之余呢 还是很冷静的啊 最后呢 问了一下这先生 问了一下这吴神仙嘛 说这样啊 那命呢 看来是如此 那先生 还有没有什么解 或者说 能不能 我们死马当活马仪 就算有个什么招 我把它能不能扛一扛 神仙说 说这是白虎当头啊 叫丧门做命 是神仙也无解 太岁也难推啊 你这个命救不了了 那造物一定是神鬼 莫遗之事 这月娘呢 一听 这是绝症嘛 这是无药可救了嘛 所以说 不得已 最后呢 也没招啊 你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 于是呢 是给那这吴神仙 是只拿了这一匹布 也看出他的心情啊 正常我们讲呢 你是送一匹布 额外还要给钱的 这时候月娘的心情 确实很悲痛嘛 人不能说 虽然说有时候这个 咱说实话伤人啊 这老道呢 说的是不是实话 是 但是你说完实话 人家就不给钱嘛 你确实让人家这个心情很不爽 这我们也可以理解 那咱说呢 此时给了一匹布 也是谢了老神仙 打发出门之后 这月娘呢 自己啊 也是跪到地上 就求问这神仙 啊 说这个 有没有什么急凶之灾啊 但是 你也想嘛 这时候心里也很慌 你来了很多人 也没用 最后告诉你的结果呢 也基本上都是那状态 就是活不了了 来到了晚上 这吴月娘自己一个人呢 也是跑这天井之内是焚香 对天启示发愿啊 就许下什么呢 说那这儿夫如果病能够好了 我自己呢 要往这泰安州的顶上 是吧 上山 啊 我去给这娘娘呢 是进香挂袍 我就挂三年啊 我这给佛度金身 我去好好的祈求一下 孟玉楼呢 此时也是许下了 叫做逢七败斗 哎 这败斗这个词呢 我们额外的说两句啊 败斗是啥呢 实际上我们说 这北斗星君是长啥呢 叫主掌这消灾解恶 南斗星君呢 是主掌啊 这严寿师福 所以说呢 你败斗 其实败的 就是这南斗和北斗 两个星君 你败这俩星君之后呢 最后的一个结果是啥 就是给西门庆祈福嘛 让他能够延寿 能够活下去 那至于说前面说的逢七是啥呀 逢七嘛 其实表明的就是一贫度 我们讲了 这老道动不动 七七四十九日 所以说预期我就败 预期我就败啊 这真的是一种决心 和他的一种选择的方式 但是呢 我们讲 那他俩是败了 唯独有谁不败呢 潘金莲 李娇尔 是一句怨心不许 就不乞讨 啊 不乞讨这个事 说你西门庆 没就没呗 啊 反正我也不祷告 那当然呢 从这个点上 大家也能看出点 这个问题来啊 因为最近呢 总有听友啊 就是说 听到这一段 说这西门庆要不行了 说这西门庆 也伴随 这个大家走过了 这半年的时光 是吧 这个快 也快一年的时间了 所以说呢 总是有一种 比较伤感的感觉 觉得呢 这人情是毫不得冷漠呀 所以呢 小剧想从这个 我们推导回背后的东西 去看看 个人在做出各自的选择的时候 这个初衷是什么 他的缘由是什么 不能单纯的去 以一个人是好啊 是坏 我们来平定他 实际上这个事 我们并不能单纯的这么去说啊 那首先我们看 这月娘和玉楼两个人 我们得从他们的出身背景去看 他们的一生呢 其实还算是平稳 那所以说呢 对于现有的这份安逸 他们本身就渴求着这种东西 对吧 你西门庆在 这是一个家 那这个家呢 一个主体存在 所以说他们的内心 真的是巴不得 大观人士要好好的活着 这是一个家的完整性的保存方式 那我们啊 从他俩的这个履历上 是能够看出来的 无论讲呢 他们是重情重义 这个也说得上 确实重情重义之人 另一点呢 我们也得说 是符合对他们两个人来说的 最大的利益化选择 因为我们要看到 人嘛 其实都是在做着选择 这个选择 只不过是不是符合你当下 个人的这种需求 那对他们来说呢 就会选择这种家庭的稳定 西门庆活着 才是最好的状态 但是我们再转过头来看看 这李娇儿和小潘同志 他们俩的一生是漂泊不定的 对吧 潘金莲从小被卖来卖去的啊 这个跑了这个宅子 最后那么惨 嫁给了吴大兰 只好呢 这谋害亲夫是嫁给西门庆 这才算啊 刚刚稳定下来 但是这稳定下来呢 其实时间并不长 只有这两年的光景了 但是我们再看看李娇儿 那自小也是被卖到妓院里嘛 天生就是一妓女啊 所以说站在她的角度上来说 她的人生也是一生漂泊不定的 那短暂的安逸 对于他们而言来说呢 其实可能就可以说得上 是司空见惯的一种事 我不在乎是不是安逸 或者说是不是继续的漂泊 那所以说再次面对这种人生的周转 或者说人生的这种转折的时候呢 也许对他们原有的生活 并不会影响太大 那反而是用一种麻木 来适应了西门庆的死亡 或者说西门庆此时的病入膏肓 那当然我们一面骂他们两个冷漠 我觉得骂得到 但同时我认为更贴切的 应该是说他们两个人此时表现出来的 更多的反而是一种麻木之情 那我们讲呢 这西门庆此时呢 也是自觉啊 这身体就比较沉重 哎呀浑浑噩噩的 就要不行了嘛 眼前呢 看到的全是那些死人 什么花子虚啊 武大郎啊 都是站在他面前 跟他讨债 说你还我命来 还我命来 这西门庆这时候 本来嘛 这个病入膏肓 这身体就不行了 咱说突然呢 这一咬牙就惊醒着 又醒了过来 咱说起来之后呢 是眼前不见这吴岳娘在跟前 看谁在呢 是潘金莲在 于是呢 也是伸手拉住这潘金莲 心中呢 还是舍不下 难以割舍吧 这眼睛啊 也是流落出这眼泪来啊 真的 这人之将死嘛 其言也善啊 所以说呢 这边也说啊 说我的冤家啊 小潘同志啊 我死之后呢 你们姐妹们啊 是好好的守着我的灵 千万呢 你们就别走散了 好歹 还是一家人 你们留在这啊 留在一起 那潘金莲呢 此时也是非常的伤感 就说啥呀 说我的哥哥啊 我倒是想留在这 我只怕他别人不肯容我呀 他这话说的也对啊 站在他的角度上 他也是这么理解的 因为我们知道 他之前和吴月娘吵过架嘛 那西门庆一死了 家里边谁大 那一定是吴月娘最主大呀 那吴月娘到时候 那这个 当然我们知道吴月娘是好人嘛 但对潘金莲来说 我不知道啊 你万一死了 这个吴月娘突然就变成坏人了 我不就倒霉了吗 所以说潘金莲 按照他的这个出发点 和他从小的成长的轨迹来说 他这么担心 也是正常的 那这边呢 就跟他说 说我就怕别人不肯容我嘛 那西门庆说 不会的 你啊 等会儿等他过来 我呢 也跟他交代交代 跟他说一下 那么讲过了不大一会儿 这吴月娘呢 正好这出去也办了点事 转身呢 就反了回来 一看这西门庆 和潘金莲俩人呢 是拉着手 哭的眼圈红红的 也问他 说我的哥哥啊 你要有啥话呀 你也对我说说 咱俩呢 好歹咱也是夫妻一场 新门庆听了呢 那真的是不觉得又再次的哽咽了出来 就说呀 说我自己也知道 我现在这身体啊 够呛了 估计是挺不住了 我现在呢 有两句遗言 我是和你说 我死之后啊 你这边要是能生下这一男半女的 因为你就肚子里不是已经怀了吗 马上要生了啊 你们姐妹呢 好歹的 你们就一起待着 一起处着 一处的居住 千万别散了这个家 散了之后 那我这西门庆 我死了 我到阴间 我都得让人笑话 对吧 这阳间全是我收拢来的媳妇 都是我的啊 你们都别跑 你放心 我也会好好的对你们 因为这种话嘛 就是说实际上是潜台词啊 你留在这家里边 这主心骨看着 我们还是有很多银子 很多钱的 那这一头呢 也是指着这潘金莲说呀 说 这潘小六呢 之前是 他从前做的那些事啊 不对 你啊 多少就担待他一些吧 再说呢 这说完之后 吴月娘啊 也是不觉得 这桃花脸上 是滚落下这珍珠 与伴儿来 对吧 也哭了 放声大哭啊 咱说这悲痛不止 我们讲 你作为一个孕妇 你那个时候不应该这么哭的吗 但是我们讲 这东西 你赶上这事的 谁能不哭啊 你正常的 你生活在一起 你咱说就是 你养个宠物 我们看到很多养宠物的 你宠物死了 你还得好顿哭呢 何况是天天睡在一块 生活在一起的这么一大活人啊 所以说吴月娘此时控制不住情绪 这太正常了 那种伤感 那种伤心之情 那真的是难以言表啊 所以说挺个大肚子 在这边呢 也是哭嚎不止啊 新闻庆这边来说 哎呀 月娘 你快别哭了 没什么事 你等会儿呢 听我如何安排一下后事吧 究竟新闻庆这后事是如何安排的 又是如何处置的呢 咱们下回再说 谢谢大家